我們先說升格 那升格是一個浮動的概念 也有時候也是滿抽象的 那你也沒辦法說 升格應該具體的形象是長什麼 但升格呢多多少少就在 所有的佛弟子或世俗人 或者一切眾生眼前 它就是有一個說不上來的味道跟樣子 那這個樣子你說它沒有 它確實是可分辨的 有升格沒升格 你說它有嘛 那有時候又很難具體的幾句話說明說 它是什麼樣 而且你也沒辦法說 某甲某乙 這個書家人那個書家人的升格 具體的又是什麼樣 甚至於要分大小高低好壞優劣 如法不如法等 有時候也不全然被表面的標準所看待 再來呢 升格呢 並不等於道德 也不一樣 這點我們可能在下午的講次當中 也會跟大家提到 這點尤其重要 然後道德呢 道德更是虛無飄渺的一個概念 華人因為習慣這個三千多年的這個帝制 那麼被帝王以政治的主要目的 建立了所謂的道德觀 這個是華人的宿命的社會共向 他並沒有惡 但也沒有高喪到可以跟佛法比 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古來的祖師常常有甚至於 甚至於會把這個人間所講的 特別是華人社會所講的 什麼仁義理智性啊 或者是什麼忠孝仁義啊 這一類跟這個殺到淫妄的五界來比 這個沒有全然的這個說不可以 但他也不能全然的就對應 或者認為理所當然 那像這種基本的認識 就一定影響到你的升格 你講出來的話你做出來的事情 所以說升格的內涵應該是什麼 它的基本樣貌應該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它是個根本界的問題 所以它相當重要 所以升格首先要討論的是 升格是什麼 它應該依什麼來建立 建立完了之後 它應該表現出什麼樣子的風貌 接著再談到升格的盲點 誤區又是什麼 你覺得有嗎 升格還有誤區 有 那再來建立升格的整個過程 幾乎就是你修道的過程 升格不是說出來的 也不是 當然它需要學習 但學是沒辦法煥發的 升格它表現在行柱坐臥 跟你的基本起心動念 還有價值判斷 甚至於人、我的關係 循環的調整、調整、適應的態度 最後就表現成為你的 菩提心的樣貌、有無 你要知道一個大稱 大德跟一個南傳升文稱 只注重在自我解脫 這兩個人都很有修行 但是你一定會知道升格不同 所以它不全然等於苦修、修行 或者是解脫不解脫 它不全然是這樣 所以升格其實是一個很深奧的題目 它可以寫一本書的 它牽涉到大小秤 它也牽涉到文化及超越文化的這兩部分 越到有個年紀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就越覺得深不可測 我記得講升格這種題目 大概我出家以來在佛學院一直在講 但每一次坐上台去 接觸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你就是永遠就不會有一樣的想法 也會有更加深刻的看法 當然到我這個年齡來 但漸漸也並行了 可是應不同的機翼還是會講不同的話 我最近講一次升格是在戒場當中 因為戒場一定會講到升格 這就是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說台灣的戒場活動 受戒 三壇大戒 雖然也被升格基本不太傳統的 紅衣大師等這樣子的人 唯穩所批評 他是批判山南大戒的 那我也看 但我就 第一我不是大師 第二我是後學者 第三我們能接觸到的環境 相對於大師那個時代相對多元一些 那因此我們得要面對更多元的想法 因此我不會也沒辦法 也不敢用紅衣大師的那樣子的看法來看待 包括現在所有學界的 有在學界的比丘 他最後也是接受三壇大戒的事實 他也是在傳三壇大戒 所以說古德的這樣的批評 我們知道他用意很善良 但我們必須去其壁 取其利 不一定在形式上就要廢三壇大戒 因此我當時採受這個態度的時候 我寫了一篇文章 蒐集在《申解雜誌》早年 就講到說 那麼山南大戒其實不但不應該廢 他應該被認定為明末清初已降到現在 大概有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來近代漢傳佛教 少有能夠在世界上表達一種特色的 教內共識 難有難得的共識 跟共同的依軌 而且幾乎不被批評 他本質上沒被批評 而被實現到今天 還基本實現得很完整的一種重大遺軌 而且他更應該被認定為是一種 出家 從世俗人到出家人的 這個最終的 最正式而嚴格而 有一貫性跟傳承性的重大教育過程 他大概最起碼都是一個月 當然也有那個少到短到七天的 當然都有 也有 不過這是特殊情形 基本上都有一個月 最長曾經有到半年 這些我都經歷過 半年的 歷史當中最長的半年 三難大戒 我也經歷過 我也在其中擔任職事 也跟講師 那麼之後的 當然我自己也下去傳 也擔任三師等等 所以我經歷很深 經過這個事情很深 而這個事情當中到底是什麼內容 其實古蘭並沒有明顯的文章 去說明這些事情 而就在傳界這些事情 還沒有解嚴之前 台灣還沒有解嚴之前 其實我就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接著是解嚴了 解嚴了之後就民國76年解嚴 解嚴之後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民間可以組織自己的人民的團體 那麼什麼是人民的團體呢 就是所謂的財團法人跟社團法人 其實他還有一個叫做宗教法人 第四種叫做社會的社會 應該叫政治法人 人間大概可以分辨的是四種法人 然後完整有這種四種法人概念的是在日本 台灣目前這個什麼 因為對於宗教的看法 一直存在一個過去的遺序當中 帝王的遺序當中 他認為國家必然的管理宗教 因此這種思維是錯誤的 那這個錯誤的話呢 這牽涉到升格了 那這種管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引入國家武力跟世俗力量 來進行對宗教的管理 這是極端錯誤的 沒升格的想法 但包括我在內 在十三 大概在十五年前 我都還有這種想法 連我都還有這種想法 引入國家武力外力來管理宗教 認為理所當然或者合理 你看看喔 到這麼嚴重 所以我的想法算是很跳痛的人 而且我不太受 我很謹慎的 不要受過度的既有思想的影響的人 我都這樣子在十五年前 我都認為理所當然 那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當然更多 那政治人物更是如此 所以除了像日本 歐美國家 或者歐洲這樣早年受到政教合一的 的傷害影響之後 他們有極端的政教分離概念的世間以外 的國度以外 在華人社會裡普遍的還不清楚 法人應該要有四種法人 宗教法人要獨立出來 所以台灣目前還沒有這個宗教法人法 我也在反對宗教的管理的制度法 管理法 所以這個 政府以管理角度制定 那麼我們就是要制定一個 國家應該說一定程度的尊重保護 宗教的宗教基本法是這樣 那這是牽涉申格的喔 就是你怎麼看待你身為一個宗教師 自我該扮演的角色 以及該完成的責任 還有你跟社會之間 跟國家之間的角色 這都是申格 你申格這麼廣